我們香港本身都有我們的科技園數碼港 亦都有五間我們是在世界一百大的大行 我們的科研的能力是非常之強 而香港另一個當然我們人以為傲的 就是我們作為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 我們有一個完善的法律制度 知識產業制度 充分可以推動我們整個大灣區科技發展往外走 但另一方面我們大灣區的鄰居 他們亦都有很強的科技人才 特別是在生產、配退、物流 他們都有很好的能力 我們在過程中如何能夠互相互補 令到我們大家的長處 是可以在互補的情況之下 是發揮好的協同效應 這正正就是我們未來要做好的事 其實人才是創新科技推動的 最重要的元素 香港的教育制度 已經是很有能力推動我們這方面的專才 但當他人才畢業後 我們怎樣令到他可以順利進入職場 我們都有不同的計劃作出支持 譬如我們的博士專才庫計劃 研究員計劃 譬如博士 我們是可以 每間公司有兩個優惠 每個資助是32,000元 連續三年 碩士、學士 也都有類似的資助計劃 我們還有一個 是吸引海內外人才 加入香港 我們叫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 Inno Hong Kong的計劃 主要是在醫療科技 機械人和人工智能方面 吸引我們的人才 其實我們都和不同的天使基金 或者相關的團體作出合作 簡單來說 我們都會吸引他來到香港 投資在我們的創作企業 我們亦都有一個跟頭的計劃 從而是減低他們 投資在我們香港的初創公司的風險 從而令到他們可以更加大膽 更加大量支持我們香港的初創企業 所以我們亦都有一個 為期半年的免租計劃 在我們科學園 數碼港的初創公司 是可以免租半年 從而協助他們度過這個逆境 我們都會提供的 我們下集團 我們下集團